哈喽各位网友大家好 首先祝你们周末愉快 欢迎你们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来86街 大概在20大道 要吃云南过桥米县 现在去找停车位 这一街餐馆曾经来过一次 觉得好像不错 太久了不确定了 反正朋友约嘛 也没想到吃什么 就去一些比较少去吃的 好了 来到这边 应该有停车位了 看到有个人好像进去可能要走了 我也好久没有拍在餐馆吃的了 我们纽约这边的天气是不错 但是广东省就惨一点了 正在受那个强 强风暴雨影响 不只是普通的强风暴雨 是红色的 冰炮 橙色一高 信号都生效了 还说有的甚至是比群头还大 说那些冰炮 在广州市下午 有很威力的强大的龙卷风 到处都卷取了树木屋顶 香港茶餐厅也很久没有吃了 他开商了 后面几年就多吃了 后来就少去了 都是这样了 还有网友表示 重达半斤 好多汽车都被 被那个冰炮很像群头 还大的 都把他那个 汽车玻璃砸破了 不只是广东省 有现在天灾 还有福建东南部 广西中北部 广东中东部 等等地区 都有好大的暴雨 也少不了打雷啊 闪电啊 听说深圳 一共距离到有 1699次闪电 很密集哦 在福建 有一名61岁的妇女 她4月23日 接小学 一年级的孙女 放学的时候 遭遇到洪水 然后这位 祖母背着她的孙女 走过那些水 手上还拿着孙女的书包啊 遗伤啊 也是因为淹水过高 看不清路况 反正两个人就 不幸地跌入了水道 小女孩呢 就被路人救起来了 那位祖母呢 现在被水 洪水冲走了 四天了 五天了到今天 还没有找回 可能 流向大海 当然发生事故的多得很呢 不止他们两个了 好不好吃呢 好不好吃呢 还可以啊 这就是评论吧 也只不过是一碗面 特别好吃 也不会难吃的 然后旁边有 卖衣服的 就看一下鞋子吧 这好像都是男装 突然好奇 这样一件衣服多少钱呢 我猜 你猜 在一片争论声中 纽约的 躲车费终于 调定了最终落实日期 将在6月30号 周日凌晨的12点 正式生效 首批用户只需付出 3.75元 夜间费用 从周日早上9点到晚上9点 车辆才需付那个 完整的15费用 这么贵啊 这是传美首例 就是我们纽约第一个城市 这样做的 MTA表示 躲车费每日能够为 收费区减少大约10万辆车辆 缓解一些 拥躲和空气污染 这个 好像也不那么差了 在纽约的地铁市 24小时 交通方便 如果不是坐地铁 这么危险 其实我喜欢很多人也愿意去做的 最近在外面走一趟眼睛都很痒 今年第一季度 纽约市总共有60人死亿交通事故 创建零死亡 愿景计划启动以来最高 数据 数据显示 去年就有260人死亿交通事故 2024年才过了三个月 策划数盲元市 比2018年第一个季节是增长了50% 那2018年就是 使人最少的一个季 根据报告 皇后期策划产列最多 虽然仅有27%的市民生活在皇后区 但是皇后期 今年的第一季 策划死亡元市却占到船市的37% 自从零死亡元景启动以来 皇后期已经旅游750人车化至死 就是在我们纽约五个区里面最多的 我平时是很少喝牛奶的 最近因为要喝奶昔 就是在Amy买的那些 它是需要用水跟牛奶泡的 然后现在新闻有说 发现其中有20%的大概的残留在禽流感的毒 病毒片段 反正牛奶就也验出来有这样的残留 但是应该没有危险吧 现在没有证据显示了 这是在卖的牛奶中有华性病毒 就是那些病毒已经死了 是有华的还没验的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传组各地牛奶现出高的比例的病毒残留 牛奶疫情 所以不想吃这些牛快吧 那我还是要喝吧 禽流感病毒都存在了20年了 牛啊 鸡啊 感谢各位的观看 暂时就在这里结束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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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